真的要给这个热心的司机一个赞 台中这名公车司机看到了车道上 有两只碎玻璃瓶 因此呢趁着等红灯赶紧下车 贯穿了车阵 不顾自己的危险徒手剪干净 很多民众看到都说他真的很棒 但是为了要剪碎玻璃 他把公车停在快车道上 让车上的乘客看到司机不见了 吓了一大跳 正着红灯 身穿红衣的公车司机 大步走下车道路中央 弯下腰捡起破碎的玻璃瓶 就怕碎玻璃会造成驾驶打滑 司机不怕自己手被割伤 徒手一剪两剪三剪 就把玻璃碎片剪干净 司机热心举动让民众看到大声叫好 但司机下车穿过车阵 走在路中间 也让大家替他裂了蛮冷汗 两只碎玻璃瓶不知道已经躺在路面上多久 司机经过眼尖看到下车捡起碎片 民众都对他的热心比出一个赞 但司机突然下车将公车停在快车道上 也让车上的乘客吓了一大跳 记得连加近黄金章台中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